为人处事的四大秘诀,不露才,少交心,敢拒绝,多沉默,有一门学问,需要我们钻研一辈子,为人处事,为人讲究的,就是如何做人,处事,讲究的,就是如何立身于事,唯有做好这两点,我们才能在江湖中吃得开,混得好,保全自己,尤其是在职场当中,你稍微说错话,做错事,就容易触犯别人的大忌,引来别人的群起而公之。 如此,你的处境会愈发糟糕,这是一个由人组成的事件,而人,本就多善辩,注定各种矛盾,风险,问题,冲突层出不穷,稍有不慎。 我们就会跟别人结怨,人在江湖,唯有让朋友多多的,敌人少少的,我们的前途才能繁花似锦,再不济,也能明哲保身,为人处事的四大秘诀,不露才,少交心,敢拒绝,多沉默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不露才,有钱不外露,闷声发大财,有一句老话,客不离获,财不露白。 出门在外,旅客不要远离自己的行李,人们,不要显露自己的财富,远离了行李,你的行李会被人顺走,显露了钱财,就会有人针对你,算计你,所谓人为财死,鸟为狮亡,人不为己,天诛地灭。 在钱财面前,大部分人都会扭曲自己的人性,缺乏该有的底线和原则,有的人会为了几块钱而大打出手,有的人会为了几百块而要死要活,有的人会为了几千上万元而不要自己的性命,特别是在这个年头,无数普通人都赚钱艰难, 如果你有钱还高调炫耀,那你大概率就会成为别人眼中的公敌,无意间树敌无数,再怎么有钱都要隐藏起来,过的日子在滋润,也不要让别人知道,否则,你就会被人仇富,人在家中做,或从天上来,少交心,保持距离。 护住自己的心,生活中,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,而其中不乏一些心思不坦荡的人,为了保护自己的感情和利益,我们需要学会保持一定的距离,不轻易相信别人的承诺,少一些依赖性和情感缠绕, 只有保持一份警惕和独立的心态,才能更好地掌握人际关系的主动权,避免被他人伤害,生活中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,就是假期,周末计划得很好,看完几本书,跑上几公里,早起早睡,但是真的到了那个时候,则是一觉睡到天昏地暗,浑浑噩噩地度过了充实的一天。 有没有同感?其实这就独处不守心的表现,人与人的差距,就是在一次次的独处时,拉开差距的,真正能成事的人,皆是有超强的自律性,就算是闲下来,也不会荒废时光,严格地执行自己的计划,不因无人而散漫,慵懒,清末大臣曾国藩曾提出,慎独则歇安,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,恪守本心,保持好自我,不受诱惑,独善其身, 感拒绝,为人有硬气,不成软绵羊,当下的教育,都是在培养讨好型人格的孩子,所谓的讨好型人格,有三个特点,首先,过分在乎别人的眼光和看法,其次,为了讨好别人,而不敢拒绝别人,第三,卑微的自己,让自己活成别人的样子,为什么学校会培养讨好型人格的孩子呢? 方便管理,假如每个孩子都听话,那学校,社会,管理的成本,不就更低了吗? 可悲的是,讨好型人格的孩子,除了社会,倘若不及时改变,就很难混下去,只会沦为被人欺负的软绵羊,说得直白一点,讨好型人格的本质,就是让人成为绵羊。 如果你有讨好型人格,不敢拒绝别人,那我劝你要及时改变。 因为你的讨好,无法让你获得别人的敬重,只会让别人觉得你好欺负。 你想想,你是狼,那你会尊重整天跪地求饶的羊吗? 只会鄙视,以至于一口吃掉,做人有硬气,敢于拒绝别人,摆脱讨好型人格,人生才会重现生机,多沉默,多说会多错,不说保安稳。 高尔基说,最好的朋友是那种不喜欢多说,能与你默默相对而又息息相通的人,最真挚的朋友,就像知己一样,可以无话不说,可以心有灵犀,但是这样的朋友几乎是没有,即便有,也是一辈子遇到了一两个。 大部分的朋友都是普通朋友,还有的朋友,充其量就是熟人而已,因此,与人交往,还是多长一个心眼,学会沉默寡言,少说话,多听别人说,万一说漏嘴了,议论了别人的是是非非,就得罪了人,说穿了自己的人生发展,就可能被人利用起来,给自己带来人生发展的阻力,我的校友大田。 去年,去年在农贸市场找了一个摊位,专门卖干笋,因为它的干笋质量好,受到了很多顾客的厚爱,一个摊位一个月都可以赚五六千块钱,于是乎,农贸市场一些摊贩,就想方设法打听大田的干笋来源。 当然,大田是不愿意说出来的,很多人问他,就是笑而不语,上个月,大田过生日,约了一些朋友一起庆祝,也就是一起吃吃喝喝,大田喝了几杯酒,借着酒浸,就说,我啊,就是在某个山村里收了一批干笋,结果赚了好几万,照这样下去,我也就发财了。 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,这句话很快就传出去了,导致很多摊贩都和大田说的那个山村联系上了,不到一个星期,农贸市场都有几个专门卖干笋的,大田的生意越来越难做,估计过一段时间。 都要改行了,并从口入或从口出,如果一不小心把自己的人生发展机密说出去了,那是惹了大麻烦,沉默是今,是有道理的,人到中年,与人交往的时候,沉默是底牌,不说话,不惹祸,话多错多,多是非多,永远不要和任何人吐露太多,少言是修养,闭嘴是智慧,更不要一时投缘,就随意亮出底牌。 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,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一时口快,而说了不该说的话,或者是过于坦诚,而让自己陷入了麻烦,其实这种做法并不是明智的。 我们需要懂得如何去控制自己的嘴巴,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底牌,并不是说我们要变得高冷,或者是难以接近,而是要懂得适当的时候开口说。 不要什么都说,闭嘴也不是说我们要变得沉默,或者失去个性,而是要懂得适当的时候保持沉默,不要什么话都往外说,娇浅延伸是大忌,手嘴不惹祸,手心不出错。 这句话非常有道理,能处得来就好好相处,合不来就保持距离,这句话是非常实用的。 我们不可能和所有的人都处得来,人老了,与人相处,学会把握说话的分寸感。 会让自己收获更多的福气,人的一生,其实就是在不停地修炼说话的技能,学会好好说话,有分寸感的说话,是人生路上最重要的一个课题,与人之间要保留一定的分寸感。 懂得适时沉默,守住自己的秘密,才不会给自己增添诸多的烦恼,与人相处,学会换位思考,对他人多一些理解和包容。 让说出口的话,包含着更多的光和热,给他人带来舒适感,往往你也会获得更多人的尊重与喜好,人老了,守住自己的嘴,守住自己的秘密,就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。 聪明的人,在晚年,会把握好自己语言的分寸,谨言慎行,让话语更加有温度,收获更多的美好。 短短的人生旅途中,我们都要面临许多的选择和决定,而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方式,也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未来的发展和成长。 因此,在成年的社会中,不言了表,莫良言辞,用简单的语言来传达自己的心态和想法。 与此同时,也不要过分期待别人的理解和认同,最好的秘密就是保持安静活面带微笑。 总之,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,沉默是今,认真倾听,而不是纯粹的说话。 保持适度的距离和合理的沟通,才是成年人必须具备的重要素质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